手练摆起餐具整理桌面 餐厅外场服务生不是大学生打工族 而是已经退休的中高龄族群 面对缺工问题 中高龄人才的运用也是重点 劳动部定定壮士代就业促进计划 重返职场最高可领6万元 因为他们的劳产率 我们希望能够提升 然后能够活化 开发他们的中高龄去高龄的劳动力 然后让他们能够重返职场工作 只要是45岁以上依法退休 或55岁以上离开职场 受雇满90天就可领奖励金 最多发放两次 全职每人一次可领3万元 等于最高可以领到6万 部分工时则是1.5万元 许多退休人士不想闲在家 选择重返职场打发时间 还可以领奖励金 我如果再进去 老实说是打发时间 我觉得帮助非常大 非常大 而且现在大家生活水准 生活物价水准比较高 所以有些是退休金不够 所以我们希望说 因为这样子 加减有点补贴 截至今年1月份统计 中高营同仁人数 已超过500人 是去年同期的2.2倍 而2024年目标人数 希望能达到800人 台湾和印度已经在16号 完成签署台影移工合作备忘录 有网络谣传指称 台湾将引进10万印度移工 劳动部也对此回应 内容明定开放移工的行业及人数 由我方决定 会采用循序渐进的态度 审慎规划 绝对没有大量引进移工的问题 少子化影响企业真才困难 政府双管旗下 中高林人才和印度移工 未来进入职场 也有望解决缺工问题 317位林温威王佩华